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非洲猪瘟恐杀全球四分之一猪肢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裁Mark Shipp 10月31日在一份新闻稿中声明 由于非洲猪瘟肆虐 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猪肢将遭到宰杀 非洲猪瘟是透过皮虫叮咬 接触过含有病毒的物体 或摄取被感染动物的肉而传播 这种疾病是透过DNA病毒的 非洲猪瘟病毒科传播 感染这种疾病的症状有高伤 耳朵、腹部、腿部发红以及腹泻 对猪肢来说这是致命疾病 不过并不会传播给人类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目前并没有任何核准疫苗 能够防止这项疾病的传播 《卫报》报道 中国被宣称染上猪瘟的猪肢 就有约1亿只 这也导致全球猪肉价格上涨 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增加 欧洲猪肢的价格已经创下6年新高 美国售给中国的猪肢量也提高了一倍 目前全球已知有非洲猪瘟病例的国家 就有50个 其中包括波兰、俄罗斯、南韩和菲律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